日前高圆圆张又廷夫妇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当天两人穿着黑白情侣装墨镜遮面 虽然低调但情意浓浓 高圆圆不时地挽着张又廷的胳膊 让周围粉丝羡慕不已 此前记者在新宇区某商场家事专闺一脚 撞见赵又廷高圆圆这对神仙眷里 时时紧扣搂抱 人肉麻花卷 两人结为夫妻 闪亮度降低许多 但从拿着老公买的爱心饮料的高圆圆的脸上的笑容来看 想到某保养品的广告台词因为已值得 记者上前跟夫妇也攀谈 害羞的想两口 迅速闪进计程车 生子进度如何 赵又廷哈哈笑两声 然后说快回家吧 已经很晚了 接着计程车载着两人直奔赵又廷家停车场 直接下车道 日前高圆圆赵又廷夫妇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当天两人穿着黑白情侣装墨镜遮面 虽然低调但情意浓浓 高圆圆不时地挽着赵又廷的胳膊 让周围粉丝羡慕不已 此前记者在新宇区某商场 家事专闺一脚 撞见赵又廷高圆圆这对神仙眷里 时时紧扣 搂抱 人肉麻花卷 两人结为夫妻 闪亮度降低许多 但从拿着老公买的爱心饮料的高圆圆的脸上的笑容来看 想到某保养品的广告台词因为已值得 记者上前跟夫妇也攀谈 害羞的想两口 迅速闪进计程车 生子进度如何 赵又廷哈哈笑两声 然后说快回家吧 已经很晚了 接着计程车载着两人直奔赵又廷家停车场 直接下车道